我可以来回穿越岛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将军你就放心吧 我们罗马的军队之所以会败给大唐人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支手持AK47的军队 咱们现在可是拥有升级版的旋风AK 绝对能碾压着大唐人 真的吗 哈哈哈哈 我替我罗马人谢谢天神大人了 天神大人 我先去告知国王陛下了 抓紧大批量制造 嗯 届时向愚蠢的大唐人宣战 只要能够夺回油田 我们就能够掌握主动权 四个月后 苏晨酒馆 贤弟贤弟 不好了 怎么了老李 一天天就贤弟贤弟不好了 贤弟 今日一早 石油帝发来战报 说是内军罗马军人 已经制造出了和我军一样的AK47 我们的驻守军人和他们已经开始交战了 战况很胶着 居然能够这么快 系统 你不是说他没系统吗 丁 是啊 但是我没说他可以算是个这方面的专家呀 你真亢 贤弟 现在该怎么办呀 尝试到热武器的恐怖之后 我不单有了推崇 更有了一丝恐惧 如果双方都用AK47对射 我真的无法想象 嗯 老李你等着 随后苏晨就在系统空间取出了他存放的防弹衣 老李 你看 武器双面双方的确是平整 但如果我们有这东西呢 这是什么 这叫防弹衣 可以抵御子弹的冲击 傻 这衣服竟然能防住那恐怖的子弹 算是吧 只不过打到上面 会有一些痛 但是不会伤及性命 好好好 贤弟 快快来上一万箭 我要一举灭了罗马 留着他总归是祸患 以我现在的储存 最多还能够拿出一千箭 好吧 一千箭就一千箭 贤弟 这些我全都要了 好 老李 此次罗马帝国来势汹汹 光是先锋部队就如此的难缠 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甚至有绝对的自信将我们击败 所以交战之时绝不可大意 哼 一群强盗 狼子野心 朕岂会害怕他们 而且 有贤弟你在 朕又有何惧 第二天一早 陛下 僵尸们已经将防弹衣全部穿好 是否出发大事 好 全军出发 贤弟 我们也坐上飞艇跟上吧 等等老李 战场上瞬息万变 我们还是做好一下充足的准备吧 早就准备好了 飞艇上面我早就派人 搬了五十万两黄金 贤弟 我知道 不到关键时刻 你是不会出手的 嘿嘿 本想着临时敲诈一番 没想到老李还挺懂事 老李 你这回可真是大出血了 哼 在捍卫国威上 这点算什么 说的也是 罗马帝国盛产黄金 如果能将他们拿下 这点付出的确是九牛一毛 系统 还有没有其他的武器可以兑换 我现在可是负的六有 丁 宿主 本系统包罗万象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弄不到的东西 你就算要原子弹 只要货币值足够 我也能给你 牛背 那如果要兑换原子弹 需要多少货币值 原子弹这种灭世级武器 起码也要2000亿货币值 本系统推荐 本系统推荐东风火箭弹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嗯 超远程打击这个也不错 兑换一辆陆地导弹车 再兑换十颗东风火箭弹 丁 恭喜宿主兑换完成 现储存于系统空间 大石油田 正在进行激烈的交战 身穿铁甲手持旋风 贴得罗马军人异常嚣张 可恶 这些家伙怎么也会有AK步枪 而且比我们的更强 他们还占人数优势 难道我们大唐好不容易才完成开发的原油井 就这样拱手让人了吗 我不甘心啊 程将军 我们这边占200多位军士 罗马帝国的贼子西马派出了3000人 这里就要守不住了 我们快撤吧 不 先生和陛下曾经说过 尤田乃是我们大唐未来发展的基础资源 乃是重中之重 今日 即使同归于尽 我也要守在这里 哈哈哈哈 上次的战败之耻辱 这次终于可以十倍奉还了 将军 对面的阵营中 一定也有一个和我一样天生会根的存在 等找到了那人 一定要格杀 无论 哼 红媒穿越者 他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我如今的地位 对不起 只能牺牲你吧 依天神大人所说 那个人应该跟他是一样人 只要我将大唐的神明囚禁起来 获取他的知识 那岂不是代表着我也能够如他们一般 然而 就在罗马帝国这边来势汹汹时 苏晨和李二已经悄悄的来到战场 向着罗马军队发射了炮火 瞬间炸得他们人羊马翻 怎么可能 大唐人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咱们进攻有警了 看来 这个大唐人应该是制造出了 可以将消息传万里的无线电 什么 可以传万里 那岂不是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过来增援 放心吧 将军 不必害怕 命令士兵们撤退到地方炮击范围外 将咱们的迫击炮拉出来 将他们的大炮全给我炸了 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 是 天神大人 随着现代洋人一声令下 罗马帝国中竟然真的搬出了十几门迫击炮 瞬间强大的火力冲天而起 炸得大唐阵萤火光漫天 哈哈哈哈 这威力简直堪比天神之力 这下子我们罗马帝国 必然能够打败大唐 这个罗马穿越者也是个人才 竟然将排击炮都造出来了 笔下 对面那群罗马人 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武器 炮弹的范围竟然比我们的火炮射得更远 现在前线损失惨重 不知道城楚墨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爱卿放心吧 这一切都在阵的掌控之中 不消片刻 罗马帝国的跑兵便会烟消云散 吃个老脸 又在吹牛皮了 哼 看他现在在手下面前有多风光 待会儿求我的时候就有多倍量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美国公放心吧 这一切都在真的掌控之中 吃个老脸 又在吹牛皮了 看他现在在手下面前有多风光 待会儿求我的时候就有多倍量 原来这一切早在陛下的计划之中 拿臣就放心了 贤弟 贤弟呀 你得帮我呀 呵呵 刚刚不是一副高人风采的样子吗 现在这是咋了 贤弟 真好歹是大唐皇帝 装一波 也不算啥吧 你可不能让我第一次装杯就失败呀 可罗马帝国的排击炮 的确要比我们大唐的火炮厉害 我也没办法呀 贤弟呀 你手里不是有加特林和火箭筒吗 借给威兄时一时 老李 火箭筒的威力虽然大 但飞行距离不足以打击到敌方炮银阵地 对方的迫击炮 是可以打击到我们飞艇的 什么 那怎么办 贤弟你想想办法 还有没有能对付他们的武器呀 有啊 不过嘛 帮你可以 但是你这些黄金可都要交给我 给你 都给你 只要你能搞定罗马帝国的迫击炮 这些都是你的 嗨 什么黄金不黄金的 老李 我们可是手足兄弟呀 说到钱都见外嘛 这事就交给老弟我了 系统 将飞艇上的所有黄金兑换成货币值 叮 黄金兑换货币值成功 老李 让飞艇下降 我来给你表演一波真正的天神下凡 真正的天神下凡 难道 我拿加克林跳伞 还不属于天神下凡吗 你那都是小儿科 等会看好了吧 飞艇降落在二十公里以外 贤弟 干嘛飞着墨远啊 老李 古有诸葛亮借东风 火烧赤壁三百里 经由我苏臣借东方火箭弹 预敌于千里之外 看好了 你可不要眨眼睛 只见苏臣又是大手一挥 一辆陆地导弹车 赫然出现在了面前 这莫大的武器 这该怎么用吗贤弟 你就瞧好了吧老李 系统 帮我控制一下 瞄准罗马帝国排击炮音 兵 你瞄准 部署完成 是否发射 开炮 发射系统启动 三 二 一 发射 贤弟 刚刚飞出去的那是什么 究竟是和神兵利器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 此物乃东风火箭弹 可以进行洲际打击 飞行速度平均24到28马赫 爆炸范围半径700米 七 700米 那对方的炮营 岂不是直接为一锅端了 一锅端 呵呵 应该说是他们以后都是你的熟人 啊 此时 罗马士兵正一直不见在地发射着迫击炮 哈哈哈哈 有我辛苦准备已久的迫击炮作为后方大范围火力轰炸 就算大唐帝国的援军人数再多 也瞬间会被打散毫无防守之力 天神大人 万一对方也有藏起来的秘密手段呢 咱们还是稳健一点吧 将军啊 你也太小心翼翼了吧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罗马帝国的迫击炮所展现出的恐怖威力吗 但是 阿唐也不可小视啊 毕竟他们比咱们还要早的造出K47啊 哼 老子都记出迫击炮了 他们还能如何 咦 什么声音 你们听到没 这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出来的 像是打雷的声音 胡说 这晴空万里的 不可能会打雷 等等 这声音 怎么像是突破音障的破空声 这难道是 罗马穿越者瞬间抬头望向了天空 却看到一颗急速飞行的望远镜 正向他们飞来 妈妈呀 这还玩个卵弹 快进防空洞 眨眼间 咚咚火箭弹就落在了炮兵周围 一瞬间罗马炮兵营地瞬间湮灭 远处的李二拿着望远镜 只看见一朵高耸入云的蘑菇云升起 咸弟 你快看那是什么 这难道是你那炮弹引起的天地意象吗 这是蘑菇云 在大当量的爆炸时 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震撼的蘑菇云效果 再加上罗马帝国还存的有大量的排挤炮炮弹 被引爆之后 蘑菇云就更大 贤弟 你说那爆炸范围之中 还有人能够活下来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贤弟 这种武器也太 恐怖了吧 你 你那还有吗 这玩意儿你想都别想 老李 不是我不给 力量是一把双刃剑 万一你沉溺其中 谁都就不了你 就比如 怎么不说了 就比如什么 哎 没什么 就比如你那大儿子李称钱 虽然我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主体价值观 但有些事情 冥冥之中 谁也说不准会如何发展 陛下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刚刚那一声爆炸 我们这边所有将士都愣住了 那景象就如同天灾审法 实在是太恐怖了吧 哈哈哈哈 肯定 这等区区小场面 不过是我和贤弟的随意一击 魏国公 吩咐下去 让所有的将士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守口如瓶不可泄露 毕竟这可是我们的杀手锏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不能轻易试人 知道了 小狼君 贤弟 刚刚的事情为什么不让传出去呢 一旦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手段 岂不是可以大大增强我大唐国威的威慑力 再也没有人敢和我们作对了 老李 世间万物 有利有弊 一旦东风火箭弹的力量泄露出去 你说那些狼子野心之辈 究竟是恐惧多一点 还是欲望更天然烧 贤弟 我总感觉你在隐喻什么 何不直说 没什么 我们赶紧去找出没吧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陛下先生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 哎 出没呀 师朕没有考虑周全 今后 朕将在大石油田建设军事基地 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陛下 你见可言 但是你现在的姿势怎么那么别扭 就好像在葫芦小动物一样 陛下 罗马帝国投降俘虏人数总共二百三十人 上脚武器上牵绊 至于后方 全部化为灰烬 没有抓到任何穿着怪异的人吗 按照苏王爷的提示 我们找了很久 没有发现 贤弟 就算他是跟你一样的人 也只不过同样是肉体繁胎把 早就被炸成灰了 那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那陛下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发兵罗马帝国 将他们彻底剿灭 哼 这还用说吗 陈能指 贤弟 触墨呀 我们先回长安 坐等罗马帝国那边被灭的捷豹吧 好 触墨一指 待在大师 想必也很想念大唐了吧 先生 大师又热又干燥 一点都不好玩 我早就想回大唐了 好 咱们回去之后 我带你去我的家乡转转如何 真的吗 先生 太好了 随后 苏晨三人坐上飞艇返回大唐 然而 远处一个人用着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就在苏晨三人坐飞艇离开时 远处一处草丛中 可恶的大唐穿越者 竟然动用洲际导弹来打掉我一个小小炮营 还特喵在空中转了几圈 来侮辱我 如果他真的是带着军事基地穿越的 我岂不是永远无法赢过他 如果我不能够带领一个国家称霸世界的话 我恐怕永远无法回到现代了 这谁在这拉的屎啊 大唐 先生 咱们什么时候去你的家乡啊 等魏国公传回大盛的消息 咱们就走 贤弟 咱们又可以去洗浴中心征丧拿 酒吧蹦迪了 嘿嘿 老李啊 我想 那个网红恐怕还在等你呢 贤弟 不要再提起此事了 老李 这次回去你可要听我的话 可不要像上次一样 被抓进橘子里让我去捞你 又被老大妈用眉眼给骗了身子 真知道了 嘿嘿 有那一次的教训 想必老李会长点畸心了 陛下跟先生回他的家乡 原来有着莫多遭遇啊 活该 数日后 苏晨酒馆 触没呀 这次你跟我二人前去 重担可就交给你了 什么重担啊 陛下 当然是立功了 上次你爹可是表现得不错 别凭了老李 走了 苏晨小手一挥 随便陡然出现一座光门 三人前后迈入其中 原来这里就是先生的家 哈哈哈哈 我日思夜想的仙国我终于来了 哇塞 先生 外面那五颜六色的都是灯马 这也太壮观了 嘿嘿 触没呀 以后咱们大唐就指望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你努努力 咱大唐以后也能变成这样子 嘿 你个老杂毛 你咋不努努力呢 好不容易来到这仙国 立马就给我安排任务 这跟要我命有啥区别 老李 触没呀 明日我带你们去逛商场 今天先好好休息 等明天买完东西 晚上咱们好好玩 好好好 贤弟呀 叫个外卖吧 我快饿死了 好 外卖 外卖是什么呀陛下 这可得从一千年前说起了 不过啊 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等着吧触没 一会这好吃的就自己送上门了 那手艺可是不比贤弟的手艺差呀 数小时候 陛下 这外卖怎么还不来啊 我都快饿死了 贤弟 你快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急 这些外卖小哥也是辛苦得很 恐怕是路上遇上什么麻烦了 不是啊大哥 先买啊 算了 有啥吃啥吧 我给你们做 第二天 贤弟 今日你怎么也没换衣服啊 你不懂老李 这在我们这叫靠思谱嘞 老李 你先带住墨在这买点吃的 我去古董店用玉佩换点壁子 一会儿就来找你们 记住 今天是周末人流量大 可别走着走着迷路了 放心吧贤弟 这手机导航我可是用的明明白白的 那我先去古董行了 哇 陛下 这是何物 好香啊 这叫汉堡阁 是西洋玩意儿 你要不要尝尝 好啊好啊 这味道也一般般呀 还没先生做的烧烤火锅好吃呢 是吧 我也觉得 西洋玩意儿就是花儿不食 美女 看你一个人形单影只 需不需要我来为你填充寂寞 你不是那个酒吧蹦迪的网红吗 想不到我依旧如此又红又火 美女 要不要一起去夜色宜人喝一杯 我们谈谈心 好啊好啊 咦 陛下人呢 陛下 陛下 哟 小兄弟 找人呢 嗯 你怎么知道 嗨 只要找人 跟着大妈我就对了 甭管是谁 我都能够给你找到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仙人的世界就是好人多了 都这么热情场 你找的人穿什么衣服 多高啊 年龄如何 年龄四五十 身高八尺 身穿一身龙袍 我是她的臣子 大婶 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啊 臣子 这不会是个傻子吧 哈哈哈哈 这业绩不就来了吗 这可巧了 我刚刚见过她 你跟我来吧 我知道她在哪 多谢大婶 很快 大妈带着城出墨来到一个角落 角落里停着一辆面包车 小伙子 到了 大婶 我看这里除了我二人 也没有别人啊 嘿嘿 我运气可真好啊 随便两句就骗来一个傻子 这傻子脑子不行 肯定干不了这 可是那两颗腰子 放心吧 小兄弟 我说有人就有人 头 我带人来了 快点动手 话音刚落 刀车上瞬间下来三个状悍 嘿嘿 梅姐 你这回动作够快点 嗨 这就是个傻子 一两句话就跟我走了 傻子没关系 我就喜欢傻子 看着够壮实的 想必这 也不错啊 傻子 腰子 这难道是说我的吗 大神 不是说帮我找人吗 找银 呵呵 给我上 把这小子 给我捆起来 待会棉被 你们想干嘛 这小子是真傻 现在还不知道 咱们要干嘛 拿下 我去 老大 这小子劲好大 我们三个按不住他 快 再来五个银 把他给我按回去 面包车上瞬间又下来五个人 所有人联手 才将成触摸彻底制服 这小子力气可真大 银少了还真按不住他 喂 神姐 你们还没回棉北吧 还没呢 我这又弄到个壮汉 身体嘎嘎 我们八个银都差点没按住他 你要不要 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 你看看 哇 好赵好威猛的汉子 我要我要 一定要把他玩好无所地送过来 可不许伤害他 你又死了 你们可听我自己来 竟然敢当我 如果让我先生知道 必定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草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苏晨带着皇帝里二和成触摸穿越回现代 就没想到 刚到第二天成触摸就被骗到了棉北 你又死了 你们可听我自己来 竟然敢当我 如果让我先生知道 必定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草 小子嘴还挺嚣张啊 等到了棉北有你好受的 这还真是个傻子 还以为自己是金武卫大将军 美姐 这小子身上也没手机 我们怎么联系他家里面要毙子 没有就没有吧 神姐出了三倍高价买他 咱们这一套可是赚发了 棉北地界 先生 陛下 你们快来救救我啊 我太惨了 帅哥 如果不想吃苦头的话 赶紧告诉我你家里人的号码 电话号码 我不知道啊 小子 在神姐面前还敢撒谎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发酒 兄弟们给我垫他 神姐 这小子不老实 我们会好好帮您调教他 保准让您满意 别真把他身体给打坏了 我还留着有用呢 哼 你没出现之前 神姐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你小子竟然想跟我争 小子们 上 另一边 老李 老李 美女 我兄弟来了 加个V 下次再一起聊 贤弟你怎么才回来呀 刚才遇到点事情 老李 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触摸呢 不就在这吗 触摸呀 触摸 不好 刚刚和美女聊的太激动 太忘我了 把触摸给忘了 老李 你呀你呀 你这当皇帝的一转眼 就能把自己的臣子弄丢了 我服了 触摸呀 都是朕的错 你在哪呀 没有你 谁来给朕当牛马呀 没有你 谁来为朕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呀 你这是担心人家吗 我都不好意思颠破你 老李 你快别好嗓了 咱们分头去找 好好好 两小时后 老李 你找到没 没 没有贤弟 我好像迷路了 哎 我带你们俩来干嘛呀 光给我找是干 你开导航直接回我家 我想想办法 好好好 贤弟 一定要将楚诺帮我找回来呀 要不等回了大堂 我屋檐面对老城啊 快挂吧 系统 能否帮我检测出城触摸的位置 叮 本系统在这个时空只能检测到方圆三百公里内 三百公里内并没有发现城触摸 什么 触摸在三百公里外 看来只能去监警局了 大厦监警局 二位 你们的朋友 我们查到了 监控摄像头显示 你们的朋友是跟着这个女人走的 什么 我们找了她这么久 原来她竟然去泡妞了 泡妞就算了 眼光还这么差 又胖又丑又老 别激动 这个女人叫没人性 是我们监方一直追查的一个人贩子 什么 人贩子 对 而且这个人贩子还不是一般的人贩子 她除了拐卖外 曾经还骗过十三个人去缅甸呗 如果不配合那些受骗者 棉北我听说过 那边军阀林立 政治混乱 所以炸 是那里的经济主流 嘎妖子 贤弟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 就是把你的妖子弄下来 贤弟 那我们赶紧去救出墨呀 那些混蛋 如果他们赶伤害出墨一根掉毛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按照时间来看 你们的朋友 应该已经被抓到缅北了 如果不配合的话 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而且那里我们也无法插手 好吧 多谢了 老李 咱们走 系统 那个没人信 有没有在五百公里范围内 叮 花费十五万货币值 目标寻找成功 没人信 正在天上人间酒吧 老李 跟我来 哈哈 这个月 我的绩效突破以往的记录 竟然达到了一百万 特别是那个傻大哥 一个人就给我赚了十来万 就在这时 包厢门被 谁 就是他老李 岂有此理 连震的人都敢掳走 你简直活你歪了 你 你们是谁 你们要做什么 劫财还是劫色 劫财的话 就必须要顺便劫色 呸 快告诉我 昨天下午六点多 你从大商场附近拐走的那个男人 现在在哪 什么男人 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朕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哈哈 太搞笑了吧 你以为拿把玩具就能唬到我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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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都交代 另一边 陛下 先生 你们在哪里啊 快点来救我啊 我要回去 我要回长安 我要回大堂 这个世界也太可怕了 神姐 这小子身上的那块玉佩 我拿去换钱 结果老板告诉我 那是块千年古玉 价值一千万 可别伤了这小的 他身份背景肯定不简单 神了 你确定 他身上那块破玉值一千万 我哪敢骗神姐你啊 这我说 我们抓的是一棵摇钱树 神姐 我来帮你审讯 小子 赶紧快老实交代 那种古玉 你家究竟还有多少 什么古玉 那东西 我家要多少有多少 根本不值什么钱 小子 你可知道骗我的后果 我骗你做什么 这本来就不值钱 神姐 他手里可能整天 还有很多这种古玉 小帅哥 只要你肯把所有的古玉交给我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放了你 真的吗 你可不要梦骗于我 这种玉佩 我先生身上起码有七八个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 我可以让先生都给你们 的 你只要把古玉的位置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派人立刻去找 记住 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样 不然你懂得 只要他们真的派人过去 以先生的高深莫测 肯定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我 我交代我交代 在我们住的地方 有很多这种古玉 就在家里 这个小子是没人性抓来的 立刻联系他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 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苏晨带着皇帝李二和成畜末穿越回现代 却没想到 刚到第二天成畜末就被骗到了面对 这个小子是没人性抓来的 立刻联系他 是 神姐 美姐 前天你抓的那个大傻子 他住在哪里 想必你应该知道吧 不好 难道我先你的事被神姐知道了 你们要做什么 神姐从那个大傻子身上 得到一块玉佩 没想到 静言价值一千万 那小子说这样的玉佩 他家里还有好几块 什么 一千万 早知道先给他搜身了 哎 看来跟我无缘了 我知道他家在哪 只不过 他家人手里可是有枪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笑话 大厦严格紧张 他们哪来的枪 这可是神解药的东西 难不成你是想我们走后 你自己独吞 你们爱信不信 他家就住在小区 你们自己去吧 哼 算你识相 咱们走 这几个人来的真是时候 本来还担心我泄密被神姐知道了呢 苏晨家 此时苏晨和李二正在擦枪 桌子上摆满了加特林 AK-47 火箭筒和手牛蛋 贤弟呀 这可是你的仙国 他们必定也有武器 我担心还没把出没救出来 反倒先误上了他 放心吧 我这武器在我们这也是很刁的 到时候我用加特林中火力压制 你直接端着AK冲锋 神挡杀神佛 卧槽 几个小弟探亲屋内的形势后 瞬间吓得冷汗直流 梅姐原来说的是真的 这家银TM的是搞军火的吧 还都玩靠死鼓雷 这家银怎么这么奇葩啊 那那个保洁公司扎现精彩服务 老板不要怕 这都是假道 我们来试问问 您这里需不需要打扫 需要需要 你们可得给我打扫干净点 我去 早知道说走错门赶紧溜了 好好好 贤弟你这是 你没听到他们提到玉佩吗 明白了 他们是在楚墨身上发现了玉佩 然后来咱们这找其他的了 嗯 没拿到玉佩之前 楚墨暂时不会有危险 老板 打扫完了 我们走了 哟 你们公司干活不要钱的吗 啊 那个 我做菜也很好吃 要不我给您再做顿饭 行了行了 你们来的挺事时候 正好愁门人给带路呢 大哥 放过我们几个吧 如果我们带你们去了 神姐不会放过我们的 哦 你的意思是 只怕他们不怕我们 实话告诉你 如果我们想做了你们 不会留下一丝的线索 要不要试试 嘿嘿 好主意啊贤弟 把他们弄到镇的大堂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管用啊 二位老大 我想要活下来 只要你们啃饱我不死 我带你们去棉北 救回你们的朋友 棉北 二位老大 你们的朋友就被关在这里面 能否放我们回去了 闭嘴 没有救回我们的朋友 你们就等着吃瓜子吧 我看出来了 你根本没想放过我们 呵呵 怎么会呢 交给你们最后一个任务 你们去给你们的神姐担心 就说我们是来救人的 把我们的朋友交出来 不然就等着被灭吧 贤弟 这也太狂了吧 他们进去了 肯定就跑了呀 哼 在他们身上装上遥控炸弹 如果敢不听 就让他们归心 老大放过我们吧 我们就是跑腿的呀 要想活现在就去 记住 先将那个神姐引出来 不要暴露这炸弹 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不要报侥幸心理 片刻后 小子 你们两个活都不耐烦了 赶来老男地盘上要人 哼 赶紧将楚墨给朕交出来 不然我灭了你们 老李 何须跟他们废口声 这些人都是该实质 话吧 苏晨就按下了炸弹的按钮 什么声音 不好 这小子要引爆炸弹 炸弹 快跑 走老李 趁着他们被炸弹还没缓过神来 咱们赶紧去救楚墨 贤弟你这办法好啊 干脆利落 另一边 哼 你小子 自从你来了之后 二当家的眼睛就没往我身上看过 没错没错 没有二当家的青睐 这几天我们可受了不少白眼 电塔 猪手 你们猪手 猪手 你们猪手 贤弟 我听到了触没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 好像在三楼 救命啊 气死朕了 竟敢这样折磨朕的臣子 简直岂有此理 我的例子 不许动 蹲在墙角 老李 你去赶紧救下楚墨 陛下先生 你们终于来了 我好苦啊 楚墨都是朕的错 没有看好你 不要说了陛下 你们能来救我 臣就很高兴 你们这些人渣 我受过的痛苦 一定要百倍奉还给你们 大哥 求求你们大赢不计小赢过 摇了我们吧 不要再电我们娇嫩地出局了 咦 什么声音 苏晨来到窗外一看 瞬间感觉大势不妙 不好 他们的人怎么来得这么快 十几辆卡车 已经将大楼包围的水系不通 外面骑马来了三百多号人 将我们给包围了 触没 枪给你 给他们个痛快吧 随着几声枪响 楼下的人各个神色紧张 二当家 你们四十几个人 被人家两个人打成这样 我看你这个二当家快做到头了 大当家的 他们手里可是拿着重型武器啊 而且他们不讲武德 谈判的时候直接动手 要不是我反应快 恐怕我已经 哼 现在我可是带来了三百人 个个都拿着枪 我就不信这么多人 还对付不了他们区区两个人 妈呀 这些家伙居然个个都拿着AK 贤弟 咱们该怎么办啊 系统 我们现在有生命危险 能否提前开启传送 叮 当然可以了 不过嘛 宿主还有第二的选择 就是调兵过来 将他们歼灭 他们的所作所为 本系统也是愤恨不已 系统 你这个想法好啊 触摸 你回大唐去搬救兵 绝不能轻饶了他们 记住 大军集结完毕 呼唤我的名字 就可以再次回到这里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 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租臣代理二和成触摸 穿越到现代 却没想到成触摸 被骗到了棉北 二人拼死前往拯救成触摸 却不料被包围深入险境 触摸 你回大唐去搬救兵 记住 大军集结完毕 呼唤我的名字 就可以再次回到这里 老李 你随触摸一通前去 大唐还有三千训练好的步兵 个个都是使得一手 AK47的好手 触摸 你带着朕的令牌 去搬救兵吧 老李 你这是为何 少废话 咱们兄弟同生共死 我李世民 岂可留你一人在此 先生陛下 你们放心 我一定能够及时搬来救兵 随即 宋神召唤出穿越光门 将成触摸送回了大唐 成触摸走后半小时 楼下的大当家已经不耐烦了 哼 等不聊了 如果这事传到擦菜将军那里 擦菜将军肯定会质疑我们的能力 甚至会勃然大怒 我们有三百多人 那区区两个人在有重型武器 我也不信他能斗过我们 兄弟们都准备好听我口令 准备跟我冲上去 不好贤弟 他们好像要冲上来了 大唐 来人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哎呀 你干啥呢 小兔崽子 给我回来 爹 你不是跟小狼军取他的先国了吗 怎么造成这副模样了 爹 快 快点集合AK四七军队 有一股犯罪团伙要害陛下和先生 急需增援 我身上的伤就是那帮人打的 什么 竟敢打我的儿子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跟我来 片刻后 众将士清令 准备出发 是 苏臣 苏人 苏人 他们来了 一瞬间 这栋楼层瞬间挤满了大唐军事 触摸 你动作咋这么快 就算有阵的令牌 调兵也需要时间吧 陛下 我刚回到大唐 我老爹就看见我鼻青脸肿 立刻就气得带人来帮我找场子了 这些军事都是我老爹未经允许私自带出来的 哼 敢欺负我老成家的儿子 真是活腻歪了 陛下 他们人在哪呢 容我去灭了他们 他们就在楼下 众将士听令 楼下的几百人作恶多端 今日我大唐军事就为民除恶 定要一举将他们歼灭 杀他们可片甲不留 杀 杀 杀 有两个人吗 你可别骗我 大当家的 我确定以及肯定 他们就两个人 好 给我冲 然而就在下一秒 无数大唐军人从大楼窗户上开枪 恐怖的火力直接打得外面的枪手措手不止 汽车都直接被打爆 卧槽 这是你跟我说的两个人 你敢谎报军情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哪冒出来的人 还个个穿着古装 难道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阴兵界道 不好嘞 大当家 对方赢太多了 火力太过恐怖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啊 撤退 给我撤退 你这个贱女人竟然敢谎报军情 回去看我如何教训你 陛下 小狼军 这帮人跑路了 哼 跑吧跑吧 就让他们跑 等他们把我们带到他们的老巢 我们就一锅把他们端了 这帮人我早就想除掉了 陛下 先生 我们在地下室找到许多被绑的儿童 他们都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 虚弱的狠 而且环境极其恶劣 什么 可恶啊 贤弟 你这里怎么会有如此歹毒之人 老李啊 不光我大厦如此 你那个大唐 也会有类似这种地方的存在 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哼 等回到大唐 朕就派人一一搜查 朕要诛他们九足 查蔡将军 不好了 不好了 我们被人突然袭击 一号大楼已经丢失了 什么人这么大胆 对方有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都是身穿的古装 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 对方应该有几百人 哼 区区几百人也敢断我的财路 通知兄弟们 全副武装 整装待发 报告 查蔡将军 我们遭到袭击 不知那奥斯什么营 火力很是强大 什么 这么快就打上门来了吗 此时 苏晨正驾驶着直升机 带着女儿和程咬金父子 作为空中单位输出 这也太爽了 几人在天上轰炸 很快就打得地上的枪手们 节节败退 查蔡将军 对方火力太强大了 咱们撤退吧 否则就要被一锅端了 可恶 我堂堂两千多人的队伍 居然就这样被打散了 都怪你们两个 不是说就几百人吗 竟敢谎暴军情 看我不枪毙你们 就在这时 一发手榴弹落下 直接把几人炸得七昏八速 不行 得赶紧跑 我可不能死在这 爹 我怎么站不起来 我的腿呢 我的腿呢 将军 你的腿在我这儿呢 估计你是跑不掉了 拜拜 站住给我站住 我着谁惹谁了 老大 是那俩人惹的你啊 我刚才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你们就来了 这跟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 呵呵 你们做的那些够当 人人皆知 你们这种人 人人得而助之 你禁说没关系 老大 我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立刻将那些人全放了 再也不碰这生意了 您就绕过我们吧 你放心 他们二人跑不了 来人啊 将他拖下去自生自灭 用子弹都是浪费 另外 带人全力追寻 那个大当家和二当家的 抓到直接咔嚓 启禀陛下 这次我们总共俘虏了 六百多号人 这些人该怎么办 是就地处决还是放了 哼 这些混账死不足细 贤弟 你说该怎么安排 老李 在大师开采石油 建设军事基地 不是爱确认手吗 这五六百号人 刚好能派上用场 不用给他们任何人道主意 直接就当牲口一样 疯狂地使用 好主意 这样朕又得到一批 廉价的劳动力 陛下 按照您和先生的吩咐 我们总共解救出四百多人 他们都是被骗来民 还有一些更惨 由于家里没钱 也不愿意配合 他们直接就被 哼 这些混蛋 简直最大恶极 老李 咱们把他们送到大厦边境 咱们即刻回大唐 这三千多人的大军 突然出现 肯定会引起不小的恐慌 这次 咱们灭的只是他们 其中一支队伍 而且是趁他们不备 不然不可能如此顺利 一会引来更多的人 就不妙了 好 老程 带领全军撤退 回到长安 朕定要给你们论功行赏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 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陛下 受害者已送回大厦边境 是缅北其他的军阀 也已经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了 走吧 老李 咱们回大唐 好吧 这次来贤弟的家乡 有啥都没干 好了 老李 以后机会多的是 想来我就带你回来 好好好 过曹 咱们怎么突延换地方了 我疼了 这是哪 怎么这么多股建筑啊 完了 咱们这是被绑架了 佩礼 咱们这是被俘虏了 哪来的绑架 都怪你 没姐都怪你 还说骗了个傻子 你瞅瞅 你骗了个傻啊 这是 闭嘴 来人啊 即刻将他们送往大石油井处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 但凡有偷逃者 逐他酒棚 是 陛下 好了 你们先撤吧 贤弟 烧烤炉走起来 朕凿饿了 来触摸 镇上刺你一串大妖子 弥补一下你幼小的心灵 啊 我不吃我不吃 陈触摸现在看见妖子就直打哆嗦 陛下先生 这次如果不是你们去免北救我 我可能真就被嘎妖子了 先生 你们那个世界真是太可怕了 我以后坚决不过去了 哭什么哭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怪朕怪朕 此时都怪朕 光顾着看美女了 老李 你还好意思说 之前你是怎么信誓旦旦保证的 这要是出个意外 出莫可就惨了 哎 朕这次是丢大了龙脸了 父皇先生 你们可算回来了 大事不好了 二里亚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泰儿 朕常常告诉你们 玉石不要慌 不要一天天不好了不好了 姐 还好意思说呢 也不知道这是随谁 父皇 孩儿之前造的蒸汽船 由于搁置太久没有使用 都开始生锈了 有的零件都已经被锈腐蚀了 我当是什么呢 这很正常 船搁置长期不使用 如果没有定期的保养 当然会生锈 二里 我这里有一箱锄锈润滑剂 你拿去使用 好好给船做一座保养 先生 只要金属生锈 都可以用这个吗 放心好了 就算是螺丝生锈都能用 贤弟呀 我们大唐如今已经有两艘蒸汽船 一直闲置搁放 也不是个事儿啊 哦 那你想做什么 你之前那个地球一上 不是跟我们说 地球上还有个什么南美洲 北美洲嘛 那边还有大片的土地资源 可以开荒开发 对呀先生 如今我们大唐军工艺已经发展起来 可是我们的黄铜矿却大量不足 没有足够的黄铜 我们就无法制造子弹的弹壳了 而先生你给的书上曾经写过 北美洲就拥有丰富的蚌材及黄铜矿 的确 华夏大地虽然物产丰富 但是开采很难 如今之际探寻北美洲是最好的办法 途中还可以抓捕大量的原始人作为劳动力 好 反正有了缅北这些俘虏 大石油田已经不缺乏劳动力了 既然贤弟你都这么说了 那朕就即刻准备派人去往北美洲探寻 当然 如此重要的任务 肯定不能交给一般人去做 必须是一个振兴的过得得力战将了 承出莫文言 心中大胆不妙 立刻开始偷偷摸摸的后退 结果刚退了没几步 触莫呀 你说朕说的对不对 妈呀 陛下什么时候学会瞬间移动了 大唐所有的青年才俊 都应该向程触莫学习 不畏艰险困阻 为国家发展 总是冲锋在第一线 挥洒热血 真可真是太感动了呀 那触莫 这次北美洲之行 真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呀 我还没答应你呀 现在让我干活 都不用商量了吗 触莫 去北美洲之前 要先训练一批水师 而且在海上航行 水手们一旦缺乏维生素 就容易出现坏血症 我这里有一批葡萄糖和维生素C 相信你用得上 多谢先生 好了好了 吃饱喝足 回宫 几人走后 苏晨也是准备回屋睡觉 好好休息休息 嗯 瓦炎上怎么会落回 难道有人想偷袭我 细口 把我的电棍拿出来 楼顶上 堂白狐手吃宝剑 等候已久 可恶的苏晨 你可终于一个人回来了 不枉费我天天在你家守着 这回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 堂白狐手吃宝剑 从屋顶跳伞偷袭 苏晨 你敢辱我 且吃我一招 嘿嘿 原来是你呀 哟 怎么一见面就蹦迪呢 你该死 你的偷袭对我是没用的 这回我的电棍才开了一档 而我这电棍最高可以开六档哦 你知道电棍开六档的结果吗 什么一档六档 我堂白狐才不拒呢 此仇不报我堂白狐名字 就倒过来写 小姑娘 这电棍一旦开到六档 你堂白狐可就要变成 眉毛的白狐了 什么玩意 白狐兄 我看你也是女中豪杰 不如咱们化干戈为玉博 还是算了吧 哼哼 别以为你是当今皇上的兄弟 我堂白狐就怕了你 今日出来比较仓促 先饶了你 下次我可不会再放过你 他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 竟然隔着剑都能攻击到我 这神器 简直是天下一切兵器的克星 如果他一直拿着这把神器 我永远都报不了仇啊 看来得将它搞到手才行 晚上 苏晨正在睡觉 这么重要的神器 它会藏在哪里呢 唐白狐来到苏晨床底下 刚伸出手 可恶 此人阴险百毒至极 竟然还放陷阱 就在此时 苏晨翻了个身 电棍陡然掉在了地上 没错 这就是电视剧套路 终于找到了 得来全不费功夫 苏晨 你没有了这件神器 我看你怎么办 唐兄 这就是你说的神器吗 此物如此短小 还不如一个木棍趁手啊 你这是在质疑我骗你们吗 没有没有 我就是在好奇 这东西怎么使用而已 嘿嘿 唐兄 这里好像是个按钮吧 按下去试试 唐板斧按一下电棍开关 对着钱多多就戳了过去 好恐怖的神器呀 恭喜唐兄 贺喜唐兄 贺喜唐兄 有了这件神器 我终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苏晨 你给我等着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苏晨 有了这件神器 你给我等着 我定让你好看 第二天一早 先生先生 什么事啊 二李 幼稚墨迹 先生 大石油田的石油 已经有一批运送到长安了 只是现在都是原油 我们无法使用啊 走 带我去看看 二人来到石油储存地 看着总共三大罐石油储存设备 不错不错 二李 想不到没有我的技术支持 你竟然也能够造出石油储存设备 思想与时俱进啊 先生谬赞了 如果不是有先生您在 我哪里能知道这么多 石油的提炼提取我还真不清楚 你等等 系头 关于原油的提取该怎么弄 叮 原油的提取非常复杂 首先需要预处理去除杂质 然后就是蒸馏分离重油残存 行了行了别说了 我听不懂 你直接给我本资料 让二李自己去研究 切 宿主 学好树立花走遍天下都不怕 你就不能也学习学习嘛 我都一字并肩亡了 你还让我亲自学 直接给我兑换一套蒸馏和金链设备吧 咱不差钱 好啊 如此大型的联斗设备 兑换一套这样的话 起码需要三十亿货币值 卧槽 系头 这莫个玩意三十亿 你不要命了 你还是给我来一套设备制造图纸吧 毕竟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切 不想花钱就直说嘛 不过嘛 本系统的物品都是按照实际价格固定价值 这制造图纸 一口价 一千万货币值 系头 我发现你不是让我来改变大唐的 你是来赚钱的 先生 关于石油的提炼分流设备 到底该怎么办 二李 我这里有一张图纸 你可以按照图纸自己改良 这可真是太好了呀先生 原油是个宝 可以提炼出多种资源 我这就加紧研究 就在这时 狂风卷积着乌云 天空瞬间黑了下来 要下雨了 二李 一定要确保这些储存设备的防水装置 不然到时候处理起来很麻烦 知道了先生 好了 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多谢先生 您慢走 苏晨刚回到家 就看见唐白虎等候已久 白虎姑娘 你怎么又来了 要下雨了 赶紧跟我进去躲躲雨吧 废话少说 今天我一定要打败你 唐白虎说完 就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电棍 苏晨 你之前能够打败我 就是因为有此神器 如今神器落在我手中 我看你怎么办 原来电棍被她拿去了 看来这场单挑是跑不了啊 你轻功了得 对我这没任何功夫的人来说 不公平 你容我先运动运动热热身 女侠应该不会介意吧 好 给你时间准备 就在苏晨运动之际 天空殿上为名 轻条的大雨 赫然而下 我运动好了 信不信我不动手就能轻松击败你 哼 少说大话了 如果你不动手就能打败我 从今以后 我唐白虎不但不再烦你 还甘愿给你当牛做马 为奴为婢 哦 此话当真 我说过的话从不反悔 看着 唐白虎 你服不服 我服 我服了 救命啊 我快受不了了 嘿嘿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苏晨 你你 你竟然给我换衣服 没有 是我请隔壁老王的女朋友给你换的 我可是正人君子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我的电棍之法 已经练到炉火纯青 为什么还会输给他 好了好了 不要多想了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手下了 赶紧喝药别感冒了 月底 陛下先生 经过没日没夜的训练 我们这两百名将士 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上远航 以及作战的能力 哈哈 贤弟 你看看我大唐的第一批海军将士 实际如何呀 哥哥气宇宣扬 斗志不凡 触摸 我相信你训练出的这批人 绝对能够完成远航北美洲的重任 带回来不少实用性的资源 请陛下和先生放心 我们就此出海 必然不负重戳 触摸 此次远航 一切旅途未知 浙加特林你拿着 也算是有自保和反击的能力 介于罗马穿越者的出现 苏臣也是担心 此行旅途会出现意外 谢先生 陛下 那我们走了 好 去吧 随后 程触摸率领两百名海军 登上了两艘蒸汽船 向着那片未知的海域进发 然而 看着两艘蒸汽轮船远去 李二探吸一声 楚墨此躯一行 不知道多久才能够回来 恐怕下次见到他时 早已大变样了呀 游和 你这个把人家当牛马使的黑心老板 居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嘿嘿 楚墨是个人才 只有磨练才能让他更上一层楼 大唐真的需要他这样的人啊 呵呵 这就是你让人家当牛马的理由啊 呃 一个星期后 程将军 我们连续航行了一个月 除了土井的岛屿 都没有看到过陆地呀 嗯 放心吧 我们有先生给的航海地图 按照指南针的方向走不会错的 哎 原本 我们都以为陆地广阔无垠 可真正来到了大海之上 才知道何为辽阔无边啊 此时此景 我都想吟试一手啊 唉 就是可惜了呀 可惜什么啊 将军 我不会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传起剧烈的震动 怎么回事 船体不可能触跤 难道是撞到了什么东西 将军 并没有发现创到什么 可能是船下面有什么东西 船下面 程触莫表情惊悚 下一秒 一条巨大的触手浮出水面 将另外一艘船也撞了得亮墙 随即触手又缩回了水中 那是什么东西 怪我 海里有大水怪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海妖 嘿 先生说过 一定要相信科学 这世上不可能有妖怪 去 拿我的加特林来 让我看看他的真面目 我可以来回穿越岛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信任 先生说过 一定要相信科学 这世上不可能有妖怪 去 拿我的加特林来 大男妖精 我要你原形毕露 大卫天龙国若不破世尊地藏 我也妈妈后 大男妖精 然而 城触莫将一缩子子弹打 这怪物几乎没受到任何伤害 将军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也太邪乎了吧 我曾看过先生带来的动物百科全书 海洋中很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巨型章鱼或者是大王乌贼 我们很有可能碰上的是一只从史前时代活到现在的海怪 将军 这枪戒对这海怪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而且这怪物行动极其诡异 红炮根本找不到它的方向 咱们该怎么办啊 别慌 船上有一艘小型飞艇 去将它取出来 我就不信到了天上 我还确认不了它的位置 将军 我们的另外一艘船也受到了袭击 而且袭击的冲击力更大 什么 难道说这怪物不止一只 快 立刻开过去支援 片刻后 东南125方位 瞄准发射 四 将军 瞬间缠上的头炮急急发射 科科命中目标 另外一只怪物健壮也是拖着受伤的铜弹向远出顿去 终于把这只怪物给打跑了 如果先生在这就好了 肯定有办法把这两只怪物彻底解决 如果他们到了岸边 不知会有多少渔民遭受灾难 大唐 太子府 里程前看着军工厂制造出的武器 一边惊叹于热武器的威力 一边在心中闹出了被压制的欲望 如今的AK-47 已经在长安城三千禁军身上得到普遍 可以说 只要这三千人手握AK 就可以横走这世上一切 父皇现在已经老了 如果我能够掌握这三千人的禁军 坐上那个位置 到时候 四海内外 一定皆以大唐为尊 殿下 我从军中得到一些消息 此前与我大唐帝国为敌的罗马帝国 也大肆装备了AK-47这种热武器 什么 罗马帝国竟然也装备了AK-47 我明白了 罗马帝国那边一定也出现了像先生这等仙人 否则就凭他们根本不可能造出AK-47 难怪这次的战事信息被封锁 就连父皇都不愿提及 殿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虽然我身为大皇子 那个位置迟早是我的 但是父皇有先生这等仙人帮助 万一父皇真的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那我岂不是永远无法上位 立刻派我们的人去大师和罗马那边去找 一定要找到罗马帝国那边那个 和先生一样的人 是 太子殿下 以先生和父皇的关系 若我夺位 先生必然会帮助父皇 我只有找到一个支持我的仙人 才可高枕无忧 苏神酒馆 哎 触墨那小子 出海一个多月了 也没个消息传回来 真让人着急 老李 你几个锤子 大海一望无音 无线电可能都用不上 这才一个月哪都不到哪呢 没办法呀 我能不着急吗 老房家那小子 办事三天打晕 两天晒网 一点都不靠谱 大唐年轻一辈中 都是些娇奢淫逸的书生器公子 能顶上用的一个都没有 真甚是想念触墨还在的日子啊 哦那不是还有量子吗 成家这俩兄弟 做起事来可都是不含糊的呀 哼 楚亮这小子 前几天从泰尔那里弄了一台摩托车 结果醉酒飙车 郎中说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小子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了 看来大唐也要实行交通法了 不然会有很多人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没错 好了老李 别烦了 今天去我的世界玩玩如何 好啊好啊 这连续忙碌了一个多月 每天要批一百二十斤折子 早就想放松放松了 随机苏晨一挥手 空间之门出现 可当他们两人穿过空间之门 却发现了不对劲 咦 这里是哪里 这里压根不是我家呀 贤弟 这里好像是上次我们围剿人贩子的地方啊 我忘了 这关门是从哪来的回哪去 咱们这是又回到绵北了 那怎么办啊贤弟 老李 看来咱们还得想法子回我家 不然以后再回来 都会把我们送到绵北这个坡地方 那我们赶紧走吧 绵北这个地方我是一刻也不想多待 师傅 送我们去大厦边境 好 然而出租车刚起步没多久 结果就被一群手持AT的人给拦住了 赶紧下车 绵北这个地方也太乱了吧 刚出来就被拦住了 大佬 我一听这两个说的都是大下雨 就把他们给您拉过来了 干得好 回头去园区领赏钱 贤弟 我堂堂大堂皇帝难道就这么被卖给人贩子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别慌老李 我还能让你嘎了腰子不长 我可不想打结局呢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 两个猪仔 下车跟我们走 别想着反抗 忽然就是一银一粒花生米 很快 苏晨和李二就被带到一个房间 这时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你们两个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从今以后 你们两个跟着我 我给你们安排任务 现在呢 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 一人要二十万 不然 等着你们的就是地狱 一人二十万 是不是我们给的钱就没事了 当然 只要你们给了钱 我会将你们安稳地送回大厦 好吧 我们两个是一起的 一共得给你四十万对吧 赶紧把收款码拿出来 还愣着干嘛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呵呵 挺狂啊 去拿收款码 我倒要看看你们要耍什么花样 小鹅账户入账四十个 真的把钱给转过来了 怎么感觉这两个人一脸无所事事的态度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成 钱收到了吧 那赶紧给我们两个弄点饮料吧 都快渴死了 对 我要喝椰子制 够了 你们两个给我安分点 钱不够是吧 那我再给你发四十万 下一秒账户内又收到了四十万的转账 我滴妈 碰上大财柱了 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了 真是用纱布擦屁股 老太太进被窝啊 好了 钱也给了 我们走吧老李 贤弟 我们就这样离开吗 当然了 钱也给了 咱们还不走 贤弟他应该不会胡来 好 那我们走吧 你们当这里是菜市场吗 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苏晨带着皇帝李二穿越到现代 却不料忘记穿越机制 又穿越到了绵北 钱也给了 咱们走劳里 你们两个 真当这里是菜市场吗 这里可是绵北 这个园区 是你们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吗 给我拦住他们 哈 我要走 你们还真拦不住 真不知道 你们是无知 还是狂妄 落到了我们手中 你们除了配合 就只有屎 呵呵 屎的到底是谁还不知道呢 系头 兑换两把RPG 给李二一把 瞬间 苏晨和李二手中 就多出来两把RPG 贤弟 这白衣好啊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他二人 还是空手 怎么突然出现了 两把RPG 你现在给我们带路 带我们去 缅北和大厦的边境 不然 我直接原地开跑 谁都跑不了 呵呵 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 你这突然出现的 RPG绝对是魔术道具 要不是你们二人 还有点用途 恐怕早就达了上百次了 魔术道具 呵呵 老李 冲外面打一炮 让他悄悄 好嘞贤弟 话吧 李二就扣动了班机 是真的 我 我带你们去大厦边境 不用了 你带我们去罗顶就可以 贤弟 咱们还不快走 来着干啥呀 嘿嘿 你忘记咱们能飞了吗 系统 租一天直升机 叮 租聘成功 瞬间 一架直升机 陡然出现在了楼顶 我爹妈 这是神仙吧 这从哪掏出来的直升机呀 老李 这还有十发RPG炮弹 咱二人将它这个园区炸了如何 好贤弟 我一想起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我恨不得抽他们金 把他们裤头子 贤弟 不如再从大唐调兵过来 咱们彻底将他们歼灭如何 不行老李 我这穿越功能可不是随便就能用的 赶紧的把老李 外面的圆区狗腿子 都是被这一发发的炮弹炸丢了魂 快 快去请擦有将军资源 晚一步 小当家的就危险了 片刻后 擦肉将军听闻对方火力及其猛烈 竟掉过来十几辆坦克来增援 里面的银艇子 赶紧放下武器 举手投降 即刻将我们小当家的送出来 否则 这坦克一旦开炮 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贤弟那是什么玩意 那铁疙瘩看上去也太可怕了吧 老李 这玩意儿叫做不战坦克 在不出动大当量的爆发武器下 坦克就是不战之王 傻 那岂不是咱们这RPG不管用了 放心吧老李 他们这小当家的还在咱们手里 并且 这栋楼是主楼 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他们不敢开炮 那就好那就好 唉 如果我大唐有了如此强大的钢铁怪兽 军队必然更加强大 更加的所向披靡啊 别想了老李 以大唐现在的科技 想要造出坦克难如登天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这里 弄几辆坦克带回去 真的吗贤弟 你有办法将这坦克带回大唐 系统 系统有没有办法让这些坦克暂时瘫痪 并远程将这些坦克传送到系统空间 叮 可使用EML电磁干扰设备 兑换一个要多少货币值 系统推荐 大厦生产的超级电磁干扰器 可干扰5公里内一切电器设备 价值400万货币 远程传送功能 需要花费500万货币值 传送一下就这么贵 回宿主 本系统讲过 购买的武器物品不可在现代使用 本系统只是鉴于这些人作恶多端 破例给您使用 还请您收敛一点 啊 那 那如何能使用 需要系统再次升级 好吧 那先兑换吧 虽然贵了点 但是能换来几台坦克也是值了 随后 苏晨启动了电磁干扰设备 楼下的坦克瞬间全部瘫痪 系统 将这些坦克收入到系统空间 钉 回宿主 系统空间不足 需要对空间进行升级 升级需要200亿货币值 可获得2000平方空间 哎 又200亿 不过可以永久使用 升级吧 今日真是大出血了 系统空间升级成功 正在将所有的坦克储存 当前剩余货币值-120亿 哈哈 贤弟 幸好有你啊 老李啊老李 等回到大堂 你可必须得给我整一批黄金补偿补偿我 为了帮你把这些坦克带回去 我可是下了血本啊 放心吧贤弟 那座新金矿 开采出了400多万两黄金 等回到大堂 我给你分点 400多万两黄金 老李 你藏得真够深的呀 我居然不知道 担定 担定 贤弟 咱们还是快走吧 免得又被包围 好 什么情况 坦克呢 足足20台坦克啊 那么大的坦克 怎么突然之间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难道我是眼花了 还是说我坏事做多 受了报应 这时 一架武装直升机突然升空 并向楼顶发射了一发炮 我滴马 这又是哪来的飞机 难道我真的是精神失常了吗 园区内怎么可能会有飞机啊 几个小时候 哎 折腾了这么久 可真是累死朕了 不过啊 这比当皇帝刺激多了呀 走贤弟 续按摩 大堂 太子殿下 你之前让我们找的人 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了 太好了 赶紧带我去见他 天牢 这罗马帝国的穿越者 已经发现就被关押到了天牢 惨遭酷刑 别再拿我脚心了 我快受不了了 好 受不了就赶紧承认吧 好好好 我承认 我的确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果然 他和先生一样 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过遗憾的是 此人并没有像先生那样 神鬼茂测的仙人之力 就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不过他脑子里的知识和文明 确实值得我利用一分 你抓我过来究竟想做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詹姆斯 奔波巴巴伯奔 卑鄙的大唐人 你们已经击败了罗马帝国 还要抓我干什么 哼 我要你臣服于我 用你的知识来辅佐我 成为大唐的新皇帝 什么 你 你难道想谋权篡谓 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你可以选择不答应 不过你下辈子可就要做个废人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如果不答应 一定逃不掉一时 别别别 我 我答应你 我愿意辅佐你 呵 很好 立即行动 务必在父皇回来之前 将一切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